各位要知道啊 不管你立清口 立办事 立坛主 你在道场中的办事 磨练 是上天给我们机会 将来成就 你的自信圆满 要是人世间 你不这么磨练的话 面子大 共高我慢 那这样的话 你的自信没办法圆满 从这些磨练当中 将来才能真正的自信 回家面见老母 好 为什么要忏悔 因为我知道错了 好 错在哪里 我们来看 我们是不是很多的 罪过错 有没有 罪过错 好 杀到云忘酒 我们太多太多的包袱啊 如果我们要上山 背着这个包袱 你有多大的体力可以上去呢 要不要把包袱卸下来 好 包袱要卸下来 你就要知道错 透过忏悔 才能真正把你身上手背的 这一些肮脏的 这一些不光彩的 恩恩怨怨的 是是灰灰的包袱 把它放下 拿下来 当你把它拿下来以后 你就轻松了 好 今天我们有万年的债账 我们有万年的债账 什么样万年呢 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才来 累生累世 一直滚 一直滚 轮回再轮回 就因为不知道修道 上天的恩典 老母降到 弥勒老祖师的洪池大愿 把道普耀人伦 师尊师母大德 富佑 让我们所有的弟子 能够求道 修道 立愿 了愿 然后把这万年的债账 透过这个 忏悔般的华会 怎么样 清楚 环剑 未断 圣剑要果断 不要偶断 失联 今天是给大家 自述的机会 今天是给大家 把万年债账 所有的包袱 卸下来的机会 所以你在人世间当中 种种的什么呢 考验 种种的考验 所以不动者为禅宁众 所谓不动就是说 你也不忏 也不改变 那将来就沦落 就沦落下去了 因此 今天 你看 考验 雷雷 为什么有病 为什么一切不圆满 为什么妻离止善 众叛清离 什么原因呢 好 就是因为你走这边的路 你不是走这边的路 你不是走圣贤的路 而是走魔鬼的路 不是从善如流 而是怎么样呢 作恶多端 但是大错不患 小错不断 因此 这三天的忏悔般华会 就是告诉大家 何者是对的 何者是错的 好 那我们再看 要不要改过自新 要 好 要不要重做新名 要 好 改过自新 就是你要在老母的面前 诸天仙活的面前 把你肮脏的 窝浪的 窝措的一面 待会儿一一把它颤掉 重做新名 今天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罪恶 透过今天忏悔的平台 各位重获新名 我们重新再来 获得大地 曾经慈悲我们 修道 修什么 修新兴光明 还有 办道 办什么 办内在众生 什么叫做佛 佛就是结者 已经结悟了的众生 叫做佛 那什么叫环呼 还没有觉悟的 都叫做环呼 如果今天各位听了这一天半的课 觉悟了 已经觉悟了 好好的自述 在老母的面前 好好的颤 你就是 怎么样 内在众生 光明 性定龙归海 心定 虎隐山 如果龙不归到海 会不会兴风作浪 不得安宁 如果老虎不把他引在山上 跑到平原来 那怎么办 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 所以我们内在的心性 要放下 要歇下 恩恩厌恋 这些都不是自性当中 本来有的 所以人生在世 每一个人都光明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恩怨情仇呢 不是谁把你装进去 而是你自己招感而来 个性使然 招感而来 那要怎么办 好好的观回来 观回来 好好的 还醒 自身的还醒 自心的反应 你自然会忽显 忽显出 你的习气毛病 有多少 一点一滴的把它颤掉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 好 后学有一个看法 体会 一生的幸福 在于心性光明 永恒的美满 在于个性改变 我们需不希望 过着幸福的日子 需不希望过着美满的日子 好 你要幸福加美满 那你的心性要光明 心性不光明 哪有幸福可言 个性不改变 哪有美满可言呢 要幸福美满 就得要个性改变 自然心性光明 所以各位 今天是给大家最好的机会 能够灿掉所有的习气毛病 连根拔起 要不然春风吹又生 Bon 像 一阶子 这一段时间